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将于2月28号本月底举办第43届第二场教学研讨会 主题分别是针对课程设计安排的解剖中文课101 以及探讨学生情绪管理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教学研讨会其实是我们一直是我们中文学校联合会的一个传统 也是我们很大的项目之一 我们每一年都会举办三次的教学研讨会 我们上次已经在10月份的时候举办过一次 大家都觉得获益良多 所以我们今年又继续针对我们目前教育老师学生方面遭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特别设计了这一次的教学研讨会 我们第一个主题是讲到剖析中文的教室 我们请到的是陈恒良老师 主要是以他的自身在我们这个教育 在加州这个教育界的多年的自身的经验 来帮助老师们重新检视他整个上课流程的设计 然后如何把他亲身的经验 从无到有传授给我们的老师 让老师们能够自己设计出一份最适合老师上课用的一个教材 那因为自从疫情以来 老师们也学到了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网络上课的工具 可是我们认为上课的本质还是要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生为出发点 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陈恒良老师带领我们重新检视我们的教学设计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请到的是台湾的郭瑟娇老师 常常呢教室里面会有发生很多的情绪问题 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就是上课坐不住 那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很喜欢说话 他讲不停 那在很多的状况 有时候学生他会上课不断的发言 或者是老师问的问题 他答不出来 他就开始讨好大哭 扰乱了整个上课的秩序 那还有另一种学生呢 他在上课的时候 他可能不愿意参与 那我们请到了这两位专家来教导我们 怎么样先去处理我们的情绪 然后呢再来处理这些行为的问题 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状况下 那很多都是远距教学 那如何这个在远距教学上面设计课程 然后可以有效的这个评估学生的这个学习的状况 然后以及做事后的检测等等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网络上上课 一天这个在坐在这个电脑前面 可能要坐个五六个小时 那这个我觉得对学生来讲 情绪一定是会受到影响 那如何可以在这个课程当中 观察到这个学生的情绪 然后如何给他再适当的做一些指导引导回来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必要的一些教学的这个技能 研讨会可透过中文学校领导会网站 ANCCS.org报名 报名截止日为2月24号 2月19号之前报名 有早鸟优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